原标题 台国元帅两次做小学教师都被阎西山开除 二十五年后将其赶出大陆 在山西乌陀河中游的拐王处 有两个隔阂相望有村庄 一个名叫河边村 一个名叫永安村 他们同属于五台县 隔边村出了个大人物 军阀延西山 永安村也出了个大人物 新中国的台国元帅徐向前 延西山比徐向前大十八岁 延徐两家锦衣和之国 就吉里路远 两家年纪大一点的长辈都十分熟悉 还有走动 1911年 延西山从日本留学归来后 想因辛亥得命 率军杀死太原巡抚 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 1919年 延西山创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教育学校 徐向前是这所学校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 延西山非常重视自己学校的教育发展 除了任命自己最可靠的亲信赵戴文担任校长外 他每周必来学校亲自训话和解阅 1921年徐向前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 很快就结束了 他正式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阳曲线的太原第四小学任教 做了一名小学教师 当然了 这所小学肯定也是延西山创办的 因为徐向前的父亲徐茂怀 原本也是个教人读书写字的秀才 所以 其家人对于小学教师这一职业还算满意 必定以后能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 可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一个学期 徐向前元帅因在课间之余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 反军阀反封建思想被开除 后来 徐家的人跑去求严家的人 最终得知 这是延西山的意思 徐家最后没辙 徐向前的父亲徐茂怀四处托人 最终 帮他在老家河边村川智中学 又称延氏私立学校小学部担任小学教师 教六年级 从此 徐向前早起晚睡 被课认真 上课专心 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再次失业 可是 由于他那进步积极且新潮的思想 与延西山的渔民教育格格不入 一年后 校长段宝帆秉承延西山的执意 再次开除了徐向前 失业的徐先前无奈之下 只能离开了山西老家 并于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此后走上了军旅生涯 后来 当徐向前成为我军义方统帅时 延西山十分惊讶地说 徐老秀才的后代 难道是个军事家 1934年10月 徐向前指挥八万红军 打败川军一百一十个团的六路围攻 尖敌八万人 脚枪三万 南京一派轰动 郭敏政府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徐向前 可是 身为郭敏党元老 太原随境主任的延西山 每次提起徐向前 却是笑呵呵的 府长笑约 好啊 徐向前给我们山西人争了光 当初我要是把这个舞台相亲留下来就好了 延西山虽说是个军阀 却还有一点善心 徐向前被蒋介石列为匪首 要和众赏捉拿 但是 延西山却按下了一条命令 谁也不准为难徐向前一家 不要给徐家找麻烦 此后 徐家一家平安无事的生活到了建国后 二十五年后 也就是一九四九年 徐向前和彭德怀指挥太原会战 一举解放了太原 将延西山赶出了大陆 至此都没有再回来过 延西山离开大陆时 连连感叹 我严百川白活了六十五 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被徐向前整得好苦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